下一个最简单的家常菜 这道菜你要是做好了 我保证你能吃六碗大米饭 不信你跟我学着做一下吧 首先呢 准备一颗从树上揪来的大白菜 从中间呢 给它划一刀 然后呢 给它斜刀片成大片 再切点五花肉啊 咱们借个味 如果您是第一次划到我这个视频 手机恰巧有电的话 能给兄弟点个赞吗 就是照着屏幕点亮下就行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就求求您给我点亮下呗 感谢您的支持 起油烧锅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小火煸炒 煸炒出里面的肥油 然后呢 下入葱蒜和干辣椒 家常菜啊 咱们放点四三香 再下入洗净的大白菜 大火煸炒 煸炒出白菜的水汽 加入生抽蚝油 再扫来一点点的老抽呢 上个散 加入一碗不要钱的忘情水 再下入提前泡好的粉条 适量的盐和鸡精呢 咱们调个口 扣三锅干 咱们小火慢炖三分钟就行 兄弟呀 主要